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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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档楼 刚被人点亮 一落满白霜 红衣裳 吊着花的床 沉旧了新娘 楼檐是种醉 青春是露水 鸣波入枝世人才说美 青春生了妆 黄昏写了妆 有谁值得我任老烛光 谁懂花 怎么能看 似一回 才能活过来 换一句心白 舍我和我海 有谁值得我用力去爱 留着眼泪香 愁着眉头望 有谁陪那句地老天荒 有谁值得我用力去爱 我记得你个人 山川 山川第一次 顾问你 我也不觉得谓 他会给你一个wo 点着吧 山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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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 刘渡君大驾光临 有失远迎 恕罪 恕罪 林老板 我也算是你的常客了是吧 是啊是啊 刘渡君肯赏脸 经常到我这儿听曲 那实乃是林某的荣幸啊 不过到我这儿来的人 都是图个乐 今天那刘渡君一身的装备 血不下而来 不知有什么用意啊 林老板 你不用害怕 我们来不是找他茬了吧 我们是有正事 要跟你商量一下 不知何事有劳大驾呢 你 跟我来 我们刘渡君 刘渡君马上就要作寿了 刚才那姑娘唱得好 身段也不错 身受我们渡君的喜爱啊 过奖 过奖 所以想请她到府上 给我们刘渡君祝寿 林老板 你意下如何呀 这个 刘渡君大人的寿臣 那是自然要去的了 爹 你怎么就这么同意了呢 至少也该正求花小姐的同意啊 这 这 这也是 请你们是给你们脸 还要成就同意 好大大谱啊 好啊 那你问问她 问问她同不同意 你 是 副官 副官 有话好说 有话好说 这枪子可不是闹着玩的 万一走了活儿 就不得了了 小女她年轻没见过世面 她乱说话 副官 您多包罕 您多包罕了 那要看你们怎么做了 怎么着 不都得按照规矩来吗 我见过这拿礼物请人的爷多了 可就是没见过拿枪请人的 这位就是花小姐吧 是我 我们独军想请您到府上唱曲诸寿 不知道姑娘您意下如何呀 回你们独军我不去 不过要请我去倒也不难 我有三个条件 这第一嘛 要你们爷爷亲自来请我 第二 请我的时候要用上等的马车 这第三嘛 我要以最好的贵宾之礼相待 听明白了吗 姑娘 你们要是办不到的话也就算了 我就是个小小的唱曲子 又不是卖身的 犯不着应酬你们这些大爷们 你们家爷要是情绪不好 不同意的话 大不了拿枪崩了我 我花意浓 您唯欲碎 不畏瓦全 不畏瓦全 啊 吉尔 他们有三个邀请 说说 一 让您亲自去请 第二 要以贵宾之礼相待 第三 要用最好的马车 这么跟你说的 咱们干脆把他们厂子给砸了吧 让他们也知道一下 咱们的厉害 别着急 游戏这么开始 才好玩 接着 宣布按他们要求办 不要有任何的偷工前任 是 四叔 您 您都过来帮忙 真是太谢谢您了 全叔 你不用那么客气啊 我们现在能帮的 也就剩下这点嘛 是啊 东家一直对我们都不错 这也是我们应该做的 全叔 差不多了吧 差不多了 好 来来来 卖灯笼啊 又大又漂亮的灯笼 大家来看看 来 这老婆看看 看看灯笼 来看看灯笼吧 又大又漂亮的灯笼啊 快看看 真做错呀 来 宇和 你怎么不寒呢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 卖东西要卖东西的样子 以前卖风针如此 卖灯笼也得如此啊 是不是 一起寒吧 来 先生 看看灯笼吧 来来来 又大又看灯笼 来来 娘 您怎么在这儿啊 我不守在这儿 怎么接着找我宝贝女儿啊 娘 我 你不要边下话骗我 我也不想听你解释 我只是要提醒你 你是孤家的大小姐 你的一言一行 都关系着孤家的生育 以后不管做什么事之前 先想想你爹 想想你爷爷 明白吗 孤家都什么都没有了 要生育干什么呀 谁说孤家没了 谁敢 这世上只要还有一个姓孤的 孤家就不会没有 不要以为我没有时间管你 你就可以胡作非为 要是哪天 你给我做出什么出格的事 我就 就怎么样啊 你还想怎么样 你还想管我什么呀 你说什么 文宇和刚刚出门三天之后 夏管家勾搭在一块儿了 他们那个不叫胡作非为啊 你为什么不管他们去来管我啊 我顾舍贞堂堂正正的 没有做半点对不起孤家的事情 你凭什么来着教训我啊 渔和已经被你三哥给休了 人家是纯粹回来帮忙的 我们该感恩呢 人家不离不弃 回来帮我们赚钱 你怎么会有这种心思去冤枉他呢 你简直不可救药 原来在娘的心目当中 不离不弃 会赚钱的就是好人对吗 那我请娘放心 很快我就会成为您 最孝顺的女儿了 成真 请 小姐 您稍等片刻 我去请独军 不是 是吗 听瞧 花小姐光临寒盛 蓬蔽生辉 刘都娟费尽心思地请我来 究竟是为了什么呀 时间还早 要不然咱俩楼上喝杯酒去 不是说好了请我来唱曲的吗 我看这架势办点败寿的影子都没有 堂堂都军府的大人还撒谎骗人 说出去也不怕被耻笑 你知道我这个人最不讲的就是规矩 上一次已经为姑娘破了力 这一次您就将就点了 我还以为都军是个什么英雄 没想到你和大家一样 我打仗以来从来没吃过败仗 我怎么就不是英雄 如果你是为什么要用墙呢 想尽办法让我爱上你 死心塌地地跟着你 那才就是本事 花小姐 你知道吗 我活这么大 从来没人敢对我这么说话 那都军大人您是要听曲呢 还是要送我回家呢 听曲呢 听说看 说看 合了 去 Motors 想不到这院子里还有竹子 咱们以后堆编一点 给你多换点去 是 娘 没讲到后屋还有一大堆呢 只要我们多编一点 我们一定饿不死 手针呢 睡着呢 到什么时候呢 我去 把他叫去 娘 你就先别叫他了 他昨天晚上刚到这儿 肯定睡得不习惯 让他多睡会儿 这孩子啊 真是让我给惯坏了 余何 娘有件事不知道该不该说 娘 你有什么话去说吧 只要我能办到的 我一定尽力 刷头现在变成这样 我的心真的很痛 这一切一切都是我的错 为什么老天 要耍唐来承担我 娘 你别这么说 怎么是你的错呢 你跟姜伟一声娘 我的心真的是舒服多了 你怎么能不能让我 你也不会让她做 你 你如果什么 你别这么说 那你就活不下去了 你 你可以答应我 一直守在他身边吗 我知道 是我的错 我不该把你赶出顾家 让你受苦 你可以恨我 可是少唐她是真心爱你的 只要你留下来 我相信她的病很快就会好起来 在我心里 你永远是我公家的心理 答应娘 娘 娘 对不起 我不能答应你 我和云开 马上就要成亲了 少唐 快 给你媳妇赔不是求她留下来 您在说什么 给你媳妇赔不是求她 娘 我去给少唐拿药 你喝 你喝 少唐 要马上就好了 一和 你怎么办 少唐 你走 少唐 你少唐 少唐 少唐 一和 应该 怎么样 你没事吧 帮顾驾是你的决定 我会尊重你的决定 可是我不希望你受到任何委屈 等少唐终后好转之后 我们一定要做 去过自己的生活 云开 你为我付出的太多了 可是我却什么都给不了 你 你不用给我什么 我只要你幸福 谢谢老家 那灯子都满好了 可以上色了 好 去妈妈 一下 有点 好 有一点 有点 沓好 云儿 走 你怎么来了 你吓死我了 我来是想告诉你 东龙房倒了 娘为了还债 把老宅子全部押出去了 现在我们全家人 都搬到这里来住了 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 你没有说出来的 我也知道 你是怎么知道的 你忘了我是生活在暗处的人 比你们这些活在明处的人 更明白 说吧 你有什么困惑 我现在已经不是顾佳的三少板的 按理说 我应该跟顾佳没有人相关 有任何关系 可是现在顾佳拜了 少唐也聋了 我真的没有办法 让我自己置身事外 顺从自己的心 和心爱的人一起离开这儿吧 你 如果 我可以再选择一次的话 我宁愿放弃所有 只选择幸福 你到底是谁 我是谁并不重要 记住 把握住自己的幸福 不要辜负爱你的人 我这辈子就只能在这儿了 也就是你 那你为什么不愿意走出去 不愿意跟别的人一起生活呢 我不 我不能走出去 记住 你答应过我的 不要告诉别人这 当然 仅有的一点情景 雨河 从哪里呢 他们叫我呢 你走了 不要让人发现这儿 我会认真地考虑 你刚刚跟我说过的话 雨河 在哪儿 雨河 在哪里啊你 雨河 你跑哪里去了 我到处找你呢 我刚刚有点困了 所以就在后面树丛里打了个瞌睡 真是 还困吗 那走吧 来 舅先生看看 很漂亮的灯笼 看看要不 看看吧 看看 又大又漂亮的灯笼 看看很漂亮的 来 舅先生看看 看看很漂亮的 来 舅先生看看 舅小姐 看看灯笼 看看我们灯笼吧 来 舅先生看看灯笼 舅先生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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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舅舅看看 舅舅他怎么样了 他病好一点 非要跟来 说自家的灯笼摊不能不管 你先去忙吧 等过一会儿 我跟司叔过去换你 您又不用去了 现在就歇着了 这点活儿 比起过去灯笼摊 还差多了 那我先过去了 对 不得了 大小姐 使不得 这可使不得 我来 我来 您都一辈子伺候我了 我给您倒点水怕什么的 再说了 我现在也不是什么大小姐的 你和夏管家的事 准备什么时候办啊 你看现在这些情况 我想再等等吧 这也是个要紧的事啊 也不能拖得太久 还是要抓紧时间办了为好啊 行了 四叔 我已经是大人了 我做事有分寸 娱和 我们离开顾家之后 我找地方交出赚钱吧 我们可以建建自己的小物 又或者是你想要卖风筝也可以 你什么都不想做的话也没关系 你可以相夫教子 老公 这些事情还是等等再说 怎么又等呢 等着等到什么时候啊 玉和 你不能再留在顾家了 你知道吗 虽然我知道 你想要帮助顾家 我知道 我怎么会不明白呢 可是现在 少唐的病还没有好 我现在心里很担心 我也希望 等她的病好起来 我们再做以后的打算 可以吗 我明白 但是你要答应我 等少唐病好之后 我们一定要好好 过我们的日子 可以吗 走吧 银行 叫 湯 岳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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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炉鲜花来 好美的花啊 你看 你笑了吧 只要你喜欢就好 来 在顾家的时候 有一次因为我偷跑出去撒花 还被娘关了三个月 在顾家的时候 娘 你到底是谁 难道 难道你 你是二 你 你 你是依林 依林 你是二嫂 可是二嫂不是早就死了吗 我不是你二嫂 她早就已经死了 我不会认错的 你知不知道 你知不知道张力导得多辛苦啊 为什么要瞒着我呢 你还是找人 这么久了 忘了过去 不要活在痛苦里 不要 不要 不要再记住 我们以前的誓言 你全忘记了吧 你知不知道 我这年长得多辛苦啊 你没死 我真的没有想到 我现在还能再见到你 我知道 我知道你的一切 只是 只是 我们不能在一起了 再也不能了 我们不能在一起了 再也不能了 下道理 下道理 对不对 不用说你 但我自己都讨厌自己现在的样子 永恒 永恒 我怎么可能让现在的自己 活到你身边呢 我宁愿 在你心里留下的 都是过去的美好 不会的 在我心目中 你永远是以前那个伊犁 不要骗自己 你会后悔的 后悔 不会的 我问你 如果以前 我们顺顺利利在一起 十年之后 二十年之后 我老了 我长了皱纹 你还会要我吗 不会 那我怎么可能不要你呢 可是 别看 这不一样 一样的 外表只是短暂的 内心才是永恒的 伊犁 让我们回到从前吧 让我来照顾你 行吗 真的 还能回到过去吗 只要我们两个年在一起 那就是幸福的了 那她怎么办 一铃 一铃 虽然我没有像你 那么了解云开 但是我知道 他尽了顾家做管家 为了就是能够找到你 他的心里面有你 无时无刻不再惦念着你 直到他以为你死了 他才敢放开心情 去感受另外一段感情 可是你出现了 云开的心里 不知道有多么高兴 他怎么会抛下你不管呢 云开 带依林走 走得越远越好 我知道 只有你跟依林在一起 你们两个 才能找到真正的幸福 至于我 我也要留下来 好好地照顾少堂 你们快走 事不宜迟 云开 在一字桥头等我 我帮你们收拾好包袱 马上就来找你们 快点 快走吧 快走啊 快点 快点 以后会不会改变主意 不来了 快走 云开 依林 你们也要一切小心 娘娘 我来想办法 你们就别担心了 你们要好好地生活 我祝你们幸福 运河 谢谢我 自己保重 自己保重 你也要保重 走啊 快走啊 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快点 快走啊 快走 快下火 快往下 你看 你看 不好了 不好了 着火了 痛厌着火了 娘 全叔 着火了 不好了 着火了 大家快来救火 全叔 全 全部 全叔 全叔 决叔 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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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刚跑过来的时候 那边起来好大一股浓烟 然后就窜起了很大的火苗 我就赶快让大家来救火了 还乐着干吗 快去救我呀 老太太 那火势太大了 就是扑灭了 也得烧光了 反正那也是皇帝 就由他烧去吧 万一把人烧着了 那咱们的损失就大了 懂什么 快去救 好 走 走 走 老太太 娘 咱们会脚火 少头 月和 你没事吧 我没事 你放心吧 月和 答应我 留下来 别走了 好吗 娘 我答应你 留下来 娘 但愿这牢笼没了 与人的痛苦 你就能一直消失了 晕开 希望能够找到 自己想要的生活 希望你能够幸福 月和 来 把粥喝了 马上就缝好了 缝好了 我可以吃 好了 来 月和 让你受苦了 以后我们再也不分开了 好吗 让我来 你把粥喝了 你们把粥喝了 还是要喝一个 要喝一个 都要喝一个 你把粥喝了 你我都想要给你 你把粥喝了 你把粥喝了 你这招伙行吗 不上不上不上 快走快走 别放话 我上生意 快走快走 来 新鲜的猫子 刚出炉的热乎的猫子嘞 怎么回事这是 你没长眼睛啊 对不起 对不起 我心里买了 你怎么回事 你怎么回事干活呢 老板 怎么回事这是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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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抱歉 看完 走走走 对不起 对不起 怎么干活了你 赶上去 出去 出去 快快快 赶上去 走走走 这里不用 走走走 走 现在怎么卖米啊 请问 你们老板在吗 老板 赶上去 老板 来 跟我来吧 老板 您看可以吗 是吧 好 不错 十分精确 我用你了 每个月三两银子 怎么样 您说什么 三两 谢谢老板 谢谢 这人耳朵看听不见啊 要的 最后是他听不见 快点点了 好 行 等着等着等着 上糖啊 跟我收粮食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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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阿大 九十斤 宋压福 一百一十五斤 老板 都寄好了 好 不错 都撑好了 我报下金数 就到柜上领钱 周阿大 交两九十斤整 孙岸福 老板 您说错了 什么什么什么 我说错了 你哪这儿都听见我说错了 我刚才寄的是一百斤 帐上寄的也是一百斤 不是九十斤 这就是九十斤 没有一百斤 怎么会 明明就是一百斤 这就是九十斤 这 这不是欺负人们 不是 老板 肯定是一百斤 要不然的话 我们拿过来再重新撑一遍 你这就是脑子有病啊你 走走走 你别开除了 走吧 背 背去吗 没关系吧 打批关我关我 你别开除了 走走走 老板 老板 走 不要你了 你走走走 走 老板 老板 快不快 走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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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很不错的 真的 我是不是很厉害 你真的很棒 既然你跟着我 我就不会让你受苦 卖灯笼 你愿意卖就去卖 不愿意去 我会养着你的 说他 这一点 我从来都没回过 这个房子真的不错 咱们村子的人又好 保证你们俩住得舒服 你们俩看上去挺年轻的 刚结婚了 小夫妻俩坐这房子啊 大小真合适 你们瞧瞧 好 好 好 那这样吧 我们把他租下来了 月月 你说呢 我听你的 你的夫人 怎么老戴着面上